大家好,我是一球,塞吉兰来了 商店里有25k和45k促销卡包 整点也出过限量促销 一按计划公布了两套阵容 第一个是社区投票 第二个是英冠 发文中看到的是社区投票 领衔的依据价格来看就是瓦尔维德 然后万比萨卡和阿拉巴也挺贵的 其他的其实倒都还好 塞吉兰的掉率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高的 在这个45k的卡包里也都能达到5% 再来看这套英冠的就更没什么了 最贵的可能就是这张右边后卫吧 这张右边前卫因为贵估计是熟师太高不太好抽 其他的基本上之后我觉得可能就是材料了 塞吉兰扔给EA的价格也是和周黑一样是1万 有的卡已经开始接近白菜价了 比如像这张前锋木林 另外就是周赛的奖励也从周黑换到了塞吉兰 对应的就是当周出的塞吉兰 另外就是周黑的这个红卡升级SBC 奖励也从周黑变到了塞吉兰 现在来看一个活动挑战SBC 要注意的是同联赛最多8个 总评要80化学要95 分两个区域做吧 区域内尽量就通过几倍 奖励的还不错 24个金卡球员的 但是是不可交易的 里面有7个左右的闪卡 还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是西甲的克雷亚 有效期是7天 环境是一个新出的友谊赛 叫做社区挑战 这个模式要求阵容中至少含有7个联赛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 12场比赛就可以搞定 还有一个任务奖励的是一个英冠的中场 环境就换到了Division Rival或者Squad Battle 有效期也是7天 还有就是球队任务也更新了 利物浦和西汉姆选一个支持就行了 之后就是选择你支持的球队的装饰品 对灰队服什么的 一次解锁提提球啥的 周任务也更新了嘛 同音金一次解锁 最后是年度球员SBC选的来自易甲的GSA 数值升到了89 成本现在20万多一点吧 慢慢应该还会更便宜 目前为止还没有出任何可重复升级SBC呢 但是早晚应该会出的 这个SBC有效期只有7天 需要一套83再有一套86 双四星高高的心态 身体模型是平均 没有什么特技 远远望去反正还是挺版本的 射门精度差一点只有85 但射门力量也挺大的99 看一下评测 因为他身体模型的关系 控球还不错 但是没好到非常灵活 射门可能是终结的原因啊 感觉不是那么精准 总的来说也没有非常夸张吧 要有情怀或者需要的话可以做 不然的话可以再等等看 以往年的经验到赛基兰期间 数值都会偏高 但其实有的卡往往没有那么好用 好了就是以上 谢谢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